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提到呢叫做圆周角 什么叫圆周角呢 之前的孩子呢有学过两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叫做圆星角 第二个概念叫做圆周角 什么叫做圆星角 代表角度呢是在中间 在以圆星为中间 来叫做圆星角 什么叫圆周角 代表角度在圆周上 这样叫圆周角 好 他们以前分别有学过两个概念 但是这两个概念好像不是很熟 我们做了一个互动怎么样 来麻烦帮我拉一下 来我们拉一个吉祥的数字给大家 拉一个100好不好 好你看哦 请大家帮我注意看一下这个部分 如果今天这个弧度叫做100 好BC的弧度叫做100 麻烦各位帮我看一下 同样都是红色的地方 那圆星角是几度 有没有发现就是100度 所以当这边如果是100度 的话这边就是100度对不对 但是刚好看到圆周角刚好怎么样 刚好是不是一半 刚好是不是50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弧跟圆星角是刚好一样一半的 一样的 那圆这个弧跟圆周角是一半的 并且来仔细看哦 当我一直拉一直拉拉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的时候 来隐藏版跑出来了 什么意思 当我对到半圆弧 什么叫做半圆 代表几度啊 代表180度嘛 对不对 180度 我想想一半多少 90度嘛 90度叫做什么 叫做直角 这是学校每次在考试一定会考到的经典的一个内容 所以另外我发现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 我们可以瞬间知道四件事情 学生除了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圆星角的概念 也可以再复习一下圆周角的概念 并且把两个概念做一个整合 并且还可以知道什么事情 考试的重点 透过一个小小的互动的一个游戏 让学生一次可以获得四大重点 这不是非常好 非常有效率的吗 我们发现哦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操作呢 而在学生的学习上面 学生的学习动机上面的引起 非常的有效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 广泛的应用在我们很多课程的设计当中 现在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们讲到反比 什么叫做反比 就是当一个变大的时候 另外一个会变小 可是老师在黑板上在讲解的时候 常常讲的不是很清楚 话图也很难形容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利用互动的方式 来让他们了解 来说我们看到一个举行的问题好了 举行就是长方形嘛 所以大家知不知道长方形的面积怎么算 是不是长乘与宽等于面积嘛 所以看到长乘与宽等于面积 所以想一想哦 如果今天我的面积是固定不变的 来帮我按一下固定 你有发现 这两者成什么 成反比 什么叫做反比 听不太懂对不对 来没关系 我们直接来拉一下 来当我的 你看 长度越来越短的时候 我的宽度就越来越长 相反的嘞 来 我的长度如果越来越长 你有发现 我的宽度就越来越短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反比的意思 那今天我改变一下好不好 来我可不可以这个固定 宽度固定 你有没有发现 两者成正比 什么叫做正比 来帮我拉一下 当长度越长的时候 看到面积就跟着越大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操作 学生可以非常清楚了解到 什么叫做正比 什么叫做反比 聚强状元奇迹 创造升学奇迹 对元帮owią 年帮 简直下 真